好了,又是未來,跟大家開箱網路環節 今天呢,就繼續玩Star Wars系列 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未來幾喜歡的一個角色就是 Star Wars裡面的黑武士 Das Weather 這一隻就是 屬於新版的 復刻系列的 黑色掛卡系列 我在亞馬遜買到幾貴 差不多50元美金 可以說已經是炒價入 3.75吋 以50元美金 是沒有必要價值去買的 但這隻我又不後悔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開箱之後 都是跟以往玩過的 375是一樣的 配件方面 並沒有很多 只能夠說是有的它就會有 沒有的它不會多給你 看看這把光劍先吧 這隻我覺得設計得好奇巴 一件事就是 腳的設計 我們先說一下光劍先 光劍呢 這裡是透明件 這裡是銀色的 到本體方面 頭的可能是左右力 沒有問題 上下舉就少少少 平舉的手是有的 披風是佈的 這隻很適合外拍 帶出去玩的 我個人覺得是 這裡是軟膠 軟膠 腳呢 我已經說它奇巴 大家看著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球影 它是要先扭這個位 扭這個位 向上 就是這樣舉起 然後再左右轉 要不然 好像以前萬代那些 硬扭的話 一拍就斷了 要這樣 就是調整的位置來扭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得好奇巴 是真的好奇巴的 是真的好奇巴的 左右轉 接著向上 調回正確的位置 接著扭上去 這樣才可以動得到的 這裡是並沒有轉動的關節 它是靠下面的節約來動的 這隻腳有一點點關節 但是不算幅度很大 我們來看看 頭的這個上面 這隻眼就用了 類似是深紅色的照顏色 加兩缸 深厚一點細節 手型 兩個都是C型手 即是 拿這個武器手 整隻手 沒有什麼十分出色的可動 但是個人覺得是做得好漂亮的 這隻三點七五寸 至少我是喜歡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其他玩家我就不知道 其他師兄喜歡不喜歡 我就不知道 最給我一個特色的位置 就是這裡的手 有轉動的位置 就是這樣 兩邊都是有轉動的 個人覺得是誠意十足 就可動欠佳 我給他一個評價 這些位置 他都有做到上色的 個人覺得是漂亮的 就是這樣 那些褲的紋理 手的紋理 他都有做到出來 那這些都算是 應該保持了鞋子寶 一貫有的質量 但是沒有給別人十分出色的體驗 那我們就看看腰部 其實腰部是可以轉動的 但是他因為披風的問題 導致可動非常之差 不過anyway 無論怎樣都好 這一隻黑武士 如果你要我評價 我會給他60分或以上 他的可動性是 這隻手有90度 我個人覺得已經夠玩 就是你帶出去外拍 隨便扭一下 或者這樣扭下去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那好啦 今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玩更多玩具 拜拜